大家好,欢迎收看良品电影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《水果硬糖》。 温文尔雅相貌堂堂的摄影师杰夫, 与14岁少女海莉通过网聊结时相约与甜品店见面。 杰夫表现出的慷慨与体贴, 让海莉情不自禁地主动提出去杰夫家。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杰夫的计划在进行。 谁也没想到海莉用饮料马倒了杰夫。 当杰夫醒来时,四肢已被捆绑固定在椅子上。 面对满屋的人体艺术摄影, 海莉指出杰夫是恋童屁,杰夫极力否认。 海莉在屋内找到被害少女唐娜的照片质问杰夫。 面对恋童铁证的证据,杰夫的反驳显得如此苍白。 海莉为了替唐娜复仇也是为了惩治罪恶, 要对杰夫实施阉割。 海莉利用手术的过程不断给杰夫造成心理压力, 但杰夫仍然不承认自己恋童并杀害唐娜。 在进行手术的间隙时, 海莉给杰夫前女友吉奈尔发送一份邮件, 说作为少女的自己正在和杰夫交往, 并且杰夫依然爱着你。 而杰夫趁着海莉离开挣脱了束缚, 发现自己未被阉割时, 庆幸之余恼羞成怒。 她放弃了报警, 想要直接杀死海莉灭口, 却被准备充分的海莉奠击制服。 海莉又用杰夫邮箱给吉奈尔发送一份邮件, 说杰夫有自杀倾向的邮件, 并以警方的口吻给吉奈尔打电话, 通知他火速赶往杰夫家。 杰夫再次醒来时, 脖子套着脚索, 站在椅子上。 这时, 门外女邻居敲门, 送来同军饼干, 是杰夫向他女儿买的。 恋童证据再一次摆在海莉面前, 杰夫没有办法只能劝说海莉停止行动。 海莉却给出选择, 一是自己离开后报警, 让杰夫和恋童证据一起面对世人, 二是杰夫踢开凳子自杀, 他消灭证据, 没人知道死因, 前者是留住性命毁掉民生, 后者是放弃生命保留民生。 杰夫激进崩溃, 但拒不承认是杀害唐娜的凶手, 只能殊死一搏, 没想到又被他挣脱开。 杰夫开始追杀海莉, 一路追杀来到屋顶, 海莉用杰夫的枪迫使杰夫放弃抵抗。 海莉告诉他, 齐奈尔正在赶来的途中, 杰夫彻底崩溃, 自己爱慕的人即将到来, 肮脏龌龊的自己将无处遁形, 海莉同样给他上面的两个选项, 生或者死。 吉奈尔到了, 杰夫赶紧躲藏, 吉奈尔不断地呼唤杰夫, 在这紧要关头, 杰夫再次否认杀害唐娜的事实, 海莉给杰夫摊牌, 同案犯艾伦自杀前指认杰夫是杀人凶手, 杰夫彻底死心, 默默地被海莉套上脚索, 杰夫别无选择, 他慢慢步走向屋檐, 向楼下跳去。 海莉给杰夫留下最后一句话, 也许不会, 说完后, 海莉收拾好自己的物品迅速离开现场, 从容踏上回家的路,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这是一部典型的小成本电影, 影片侧面反映的一些问题, 也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, 足以引人深思。 影片中有一句, 海莉对着杰夫说, 你说我是天生那么聪明和爱报复呢, 还是社会把我变成这样? 海莉的报复行为本身就存在一种不合理性, 或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罪恶的行为。 为什么海莉不去寻求司法部门的帮助, 而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冒险报仇? 真的如海莉所说, 是社会把她变成这个样子的。 谢谢观看本期良品电影, 我们下期再见。